这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冷冻肉 看起来像石头一样硬 这个时候又着急做菜要怎么办呢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网上非常火的解冻肉方法 不用水泡五斤肉十分钟就能解冻好 而且解冻好的肉跟新鲜的一样 很多朋友都会表示怀疑 今天就给大家操作一下 不管冷冻的是什么肉 如果用水泡颜色都会发白 而且吃起来味道寡淡 营养也会流失一大半 口感也会非常的不好 所以解冻肉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用水泡 现在我们把冻过的肉放在大碗中 接着在猪肉的表面撒上一层食盐 然后再把食盐涂抹均匀 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把肉直接放开水里解冻 那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解冻出来的肉颜色非常的难看 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 对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今天用的这个方法是最快捷最健康靠谱的 另外一面也要撒上一层食盐 尽量的把猪肉的每个部位都给它涂抹到 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涂抹食用盐 因为盐可以使水的沸点提高 同时也就是冰的溶解度降低了 更加容易使冰融化 涂抹均匀之后放一边静置10分钟 10分钟之后你就会发现奇迹发生了 肉的表面不再是硬邦邦的状态了 用手指按按一下软软的 肉已经可以掰得动了 肉的颜色还是特别的新鲜 就跟新买回来的一样 用这个方法真的特别的靠谱 如果结的还切不动的话 可以放水里再泡上一会 顺便把表面的盐分清洗干净 泡的时候要用温水来泡 并且再加点白醋 白醋可以加快冰的溶解速度 这样就能够缩短把肉泡在水里的时间 一分钟之后猪肉就变软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颜色依旧非常的新鲜漂亮 营养也不会流失 这个方法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呢 今天分享结冻肉的小技巧 你鞋废了吗 如果对您有用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